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都说菜市场是快速了解 做城市的地方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随机选择了 槟城的一家菜市场 来完成一项挑战 看看闽南化在这里 可以无障碍沟通吗 那么这个菜市场 有华人 马来人 等等不同族裔的人 我已经开始好奇结果了 那话不多说 挑战开始 融合了马来语 英语 是闽南化的一种域外变体 例如 马来人把菜市场 称为巴萨 但当地华人 更喜欢称之为满三 满三就是马来语 与闽南化结合而来的 我们走访的这个满三 从早上十点开始 人潮不断 叫卖声 讲价声 此起彼伏 这位老板祖籍福建汇安 三代经营海鲜销售生意 他说 菜市场里来往的人 不管是商贩还是顾客 不管是华人还是其他族裔 都能用槟城福建话 顺畅沟通 老板还带我们去认识了一位 来自泰国的商贩 满城福建话和闽南话相比 虽然有口音 但是交流基本没问题 那我们现在就来升级一下挑战 看看他们会不会唱闽南话歌曲 你是我们全场唯一挑战成功 唱歌他们还比较含蓄 但是我们接下来还要再升级一下挑战 考考他们的闽南话顺口流 挑战结束 我们也看到了闽南话在这里的普及 那么其实这背后 彰显了马来西亚华人的团结 和他们不忘本的情怀 那最近呢 宾州政府也打算把 槟城福建话申请为 宾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们也希望海外同胞 能把我们的相音相情 一直传递下去